網紅雪碧曾多次整形 並彈影有嚴重的容貌焦慮 近日更自曝曾多次遭到霸凌 導致心裡留下陰影 他發文透露小時候自己皮膚有黑 體型瘦小 小學時經常遭人替椅子丟書本 甚至會在女廁挨打、被潑水等 彈影有些霸凌者其實不想動手 但是被強迫擔心受牽連 而不得不成為霸凌者 期間他曾嘗試向老師反映 卻只被當作是小孩之間的打鬧 因為擔心給父母造成壓力 所以選擇隱瞞 他曾一度痛苦到想要尋短 但因為害怕疼痛而作罷 索性雪碧上國中之後外型變漂亮 在學長之間受到歡迎 加上干戈與很多斑花關係不錯 才避免被霸凌的命運 他心痛表示這個社會已經病了 霸凌事件不斷增加 而學校與家庭是否仍覺得 這只是小孩子之間的打鬧 雪碧也痛批躲在鍵盤後的酸民 一樣是霸凌者有多少公眾人物 因為受不了酸民的霸凌而作出極端選擇 他希望能喚醒學校與家庭 對霸凌問題的重視 也盼望霸凌受害者能勇敢發聲 避免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